如果说设计是家具的灵魂 那样材料就是他们的骨鸽 一款新产品的诞生 从选材开始 由不得半点马虎 选材料非常关键的 你们要注意 第一个要选择它的色调 下调的断下调来了 如果色调差距太大 它肯定就不行 你看我那两块料的颜色 肯定是一对做的 这个料太红了 也都不行了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这是大自然寄予人类的礼物 可刘九康对木料的要求 近乎苛刻 每一块木料纹理的选择 是确保一件家具美观的前提 这个料 射得避开一下这个开垫的地方 射得避开一下开垫 这个料OK的 只有选料 你们一定要控制 射掉跟它的原汁的问题 锯 枣 挖 刻 拼 柱 一块块木料 背壳 铜块 在匠人魔术师般的手中 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这正是家具的魅力所在 这也成了刘九康 热爱这个行的理由之一 一件完美的英式家具 需要一百多个零部件 采购零部件 无疑是最经济方便快捷的方式 可在东莞几百家家具企业中 刘九康深谙将心之道 果点家具自主拥有上游产业链 即使是个铜拉手 刘九康也要自己生产 这对产品的质量来说 意义非凡 王庚强 异素师 果点家具 每一件同部件的开幕 都是出自他的这双巧手 刘九康对这个产品 是要求太高了 一点瑕疵都不能有 然后我们去做到的东西 也是难度很大 但是后面经过 跟刘九康的沟通 然后后来把那个产品 还是完美地做好了 雕刻好的尼姆 被送到同部件加工车间 在那里将会被制成模具 等待浇筑 英国 欧洲老牌工业国家 其家具制造历史悠久 是欧洲家具生产的大国之一 英式家具 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典雅的造型 精致大方 注重在细节上创造新趣味 源于十七世纪欧洲 巴洛克艺术时期的手工拼花工艺 在国典家具拼花祭师的手里 有了更精美的诠释 今天 刘九康超行业 超经验 超现实的高要求设计 让经验老道的拼花师傅 也感到压力冲冲 最严重的不贴合 又一次出现 工人们都知道 这件产品 为了一个月后的展会生产的 迟迟做不完美 这让刘九康和工人们很焦虑 刚被制作好的尼姆 被拿到开模车间 接下来会被制成蜡模 模具上的一点瑕疵 会影响到整批产品的质量 甚至全部报废 所以每一个细节都需要严格把控 铜箭铸造最关键的部分 在于制壳 八层砂 八层浆 反复八道工序 游戏到粗 出不得半点失误 这个垃圆 沾砂的时候 一定要向下左右 纠围 直到均匀为止 挂好砂的模具 经过四十八小时的干燥后 即将进入浇筑车间 天然气会把无温 加热到120度 以确保铜块 被完全溶解成铜水 挂好壳的模具 也会被同时加热到900度 融化的铜水 被灌入制作好的模具中 所有人摸不出声 等待着五分钟后的拖沫 这样的问题是绝对不允许 能过的 这肯定大问题 你看就断掉了 一二三四 才十几个东西 就改了 改了一二三 就改了八个不行 我还没撤完 这个成功率非常低 刘九康对完美的无限追求 让厂里的工人们 多了几分议论的声音 认为他吹毛求疵 可就是这股任劲 才让刘九康的企业 走到了今天 一幅好的拼花作品 材料要好 进口的珍珠母背 深海彩背 以及纯铜世界 经过匠人们手工切割 打磨 才能完美地镶嵌在一张木皮上 一张完美的木皮拼花 拼成了 从设计 到悬材 到拼花 到铸铜 再到最后的组装 为了一件完美的家具的诞生 多少匠人 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拼搏是痛苦的 成功是喜悦的 可刘九康并没有满足幸福的陶醉 而是把余悦幻化成 无限的想象动力 刘九康在理想信念的趋势下 拼命争取 全力搏斗 在拼搏中磨练意志 体味人生 最终造就了 融合匠人之心的 国典家居